电压下看陪您砍大山 欢迎来到下期二看 我是小鸡 战战青天不可期 未曾举翼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雨来迟 好到秦王与汉王 岂知智道再经常 纵然法术无穷患 不救杨家一命亡 今天小鸡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一部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蒙鬼舞厅 仪里的灯光下 女人正在吞云土雾中 飘飘欲仙 睡意朦胧中 竟没有发觉自己的房门 已经被人打开 窗外月光清冷 趁得来者竟有几分阴森 他们捏手捏脚的 走到女人身前 趁她在半梦半醒时 猛然捂住她的口鼻 女人顿时困意全无 当她看清来者后 不由地拼命挣扎起来 可惜双拳男低四手 她没有任何逃跑机会 就被人高高架起 扔出窗外 只听一声惨叫后 楼下顿时响起 重物落地与玻璃碎裂的声音 一时间鲜血如注 一个人等匆匆离开现场 驱车逃离 没过多久 新闻中就传出 女人自尽的新闻 那女人面部朝下 死状凄惨 此刻面容模糊到 无法辨明身份 又因没有家人认领 竟就此成为一具无名女尸 只可惜她生前 许是一名可怜人 此后又化作一缕 翻魂 无人过问 她明知自己并非自杀 却又不能申辩一样 更是因此状凄惨 因得旁人咒骂连连 纳西红衣 和满腔怨气 让她化身立鬼 是要将仇敌亲自了结 才愿意转世投胎 在民间 鬼魂夜分三六九等 人死之后 就会成为阴魂 进入鬼门关 此行便是有进无出 但此人如果未曾生死 而是灵魂出窍 那么则化为一缕生魂 可以自由出入鬼门关 而红色作为吉祥治阳的代表 其躁动可让黑白无常 及其他魂魄 误以为其仍是生魂 由此便可以获得 出入鬼门关的能力 替自己报仇许恨 此外 凡是厉鬼 皆是心中怨念疾身 无法转世 而躁动的红色 便能撩拨起死者心中所愿 使其怨上家怨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因为那死不禁其自身屈辱 更是祸及至无辜的太保 楼下停着的不边不移 正是他的出租车 平白惹上一身晦气不说 更是害得他 今日无法出车拉火 只见他怨气冲冲的来到舞厅 阿梅和红姑娘姐妹 连忙上前安慰 舞厅里灯光闪烁 美女如云 迷迷之音中 一片纸醉金迷之相 来到这里的人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这灯红酒绿之中 温香软郁 爆满怀 雕哥作为这里的常客 那一副看似斯文的宽边眼镜 掩饰不住 他目光通的搅战与狠辣 此人正是之前 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他对于舞厅里的一切流程 熟绵于心 只是不同意望 他这次前来 没有点走姿色最好的阿美 而是另一家人 选了三名新人 虽然比不是阿美风姿卓越 但举手投足间 显露出的娇羞和青涩 也让他们爱不释手 三人见状十分满意 只是还没等酒瓶上桌 雕哥就被一通电话叫走 而隔壁包间里的飞哥 此时也做起买卖 看得出来钱的来历并不正经 这些生意也都是不能说的秘密 但舞厅之中处处藏屋纳购 区区几笔小钱算不上什么稀罕事 舞女们对此也习以为常 他们深知 只要尽好自己应做的本分 自由数不清的甜头 等着他们 下班后的阿美和红姑回到家里 不同于舞池里的灯红酒绿 他们的家中十分宿静整洁 甚至透露着些许温馨的味道 然而就在两人洗漱收拾时 一些红衣悄然服过 只见身材玲珑 面容娇好的阿美悄然出现 手中还拿着化妆品不停打扮 明亮的镜面中映出的容颜 正是之前惨死的红衣女人 她在此处无依无靠 舞厅上下竟未认得知 她已生死的消息 姐妹们看到突然出现的阿美 亲切地询问着她的情况 在得知阿美终于还清债务后 不由地发自真心地替她高兴 她们嘻笑着喝酒庆祝 而此时电视里的新闻引起三人注意 阿美看着电视里那死状凄惨的自己 眼神晦暗不明 她仰头将就一饮而尽 恨意不禁在心底油然而生 此日姐妹三人在夜色中走进舞厅 阿美妆容精致 竟无人看破她的不同 而大班却在无意中撞破了阿美的秘密 只见舞池中摩肩皆重 只是阿美却双脚离地 雾字漂浮在空中 眼前的一幕让大班惊惧万分 顾不上掉在地上的香烟 还把阿美发现自己看破秘密 她不敢有所声张 急忙快步离去 今晚阿红和阿美被罗老板点名 但很显然姐妹俩并不愿意 伺候这个罪悍 这让罗老板十分不满 不由地高声闹事起来 这时作为舞厅馆场的阿秋挺身而出 一把抓住罗老板的衣领低声威胁 没想到酒壮怂人胆 罗老板此时根本不吃这一套 而是愈演愈烈叫来了大班瓶礼 场面一度变得十分难堪 好在阿美及时出现前来原厂 提出由自己替代两个妹妹 罗老板借阿美身段妖娆语气妩媚 哪能听得住此等家人的诱惑 顿时脚下发飘 魂不守舍地与阿美离开 大班即使知道阿美有问题 也无可奈何不知如何是好 临头前感觉颜面近视的罗老板 还不忘叮嘱手下 让他们好好收拾一顿阿秋 来到房间后 罗老板急不可耐地抱住美人亲吻起来 只是阿美十分冷漠地借口自己要去洗澡 转身进了浴室 房间里的罗老板还傻傻不知地 等待着春宵一刻 听了阿美娇俏地呼唤 罗老板不由地牵住那只牵牵御手 可谁知下一秒 那白如藕结的御手竟刻然断裂 仿佛一只铁爪一般死死攀住他的胳膊 一时间罗老板久易全消 拿起桌上的叉子就想挣脱鬼手的束缚 可不等叉子落下 鬼手猛然一拽 罗老板来不及反应 叉子静止捅向自己胳膊 罗老板怎知今夜寻花问柳未过 还自讨苦吃落得满身伤痕 鬼手对他一顿摔打暴揍 而后竟来去自如地回到阿美身上 只是罗老板最有应得 竟神志不清如若痴呆一般离开了酒店 虽然他已经心智全武 但昨晚吩咐的事情手下没有忘记 第二天 疫情三人就在阿修的必经之路上等候多时 而他们也并非莽撞之辈 早已将他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 原来阿修之所以能在武池中底气十足 是因为早在1976年 他就是男拳王称霸一方 但如今已经过去13年之久 沧海桑田为世事之多变 他们自然不惜阿修的功夫还能一如当年 可谁知在接下来的打斗中 阿修威风八面以一敌三 身上的拳脚功夫依旧不减当年 此人见他如此凶猛 竟卑鄙无耻地搞起偷袭 见状阿修也不再客气 棍棒之下几招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一干人等如同丧家野犬一般落荒而逃 夜晚阿梅和红姑下班时大班正在门口 时辰叨叨叨地抛洒着纸钱 为了姐妹阿恩的询问大班首口如瓶 而鸡毛各早已开着专车在门口等候多时 他和太保一样都是以车为家的出租车司机 不同于太保的机灵聪明和阿修的拳脚功夫 他老实憨厚的模样让阿梅很是喜欢 一行人相约在大排档吃夜宵 但中途鸡毛却借口要去接客而离开 太保一眼看穿兄弟的借口不禁挪语起来 原来鸡毛如此大费骤张 竟是为了偷偷溜去打牌 面对不情不愿的阿梅 他只能出此下策 才好趁机过把牌引 显然今晚运气极好 只打了五圈却把把都赢 赚得盆满钵满的鸡毛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条为了引他上钩的长线 面前的三人早已计划好 为了他这条大鱼 不惜放弃一时的迎头小利 鸡毛满面红光的回到小谭 几人今晚都十分高兴 不由的推背换展起来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白天吃饼的混混叫来更大的地头蛇 只见这帮人明显有备而来 个个都带着家伙 几套连招下来 阿秋也明显开始招架不住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阿美竟凭空出现 只见那一袭红衣从天而降 几个闪身就身形诡异的 出现在混混面前 都在一旁的太保认出 她正是压坏自己车的女人 这话吓得阿美和红姑连声尖叫 拼命向她身后躲去 其一混混也被吓得魂飞魄散 只是肉身怎能跑过厉鬼 不消一刻 他们便被收拾得头破血流 亲眼见证阿美的鬼魂之后 阿美一行人自发为她烧去祭品 还让她一路走好得以安息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阿美心愿未了 则会轻易转世投胎 另一边 刁哥从大班的口中得知了阿美的死讯 但她作为始作俑者 平静之余还不忘再找两个美女 满足一己私欲 但现在时间尚早 只有阿美和红姑上班 而她也毫不避讳 二人曾是阿美的姐妹 是一大班将二人带来 然而还没等两人进入包间 一旁的飞哥隔着玻璃门向她示意 刁哥心领神会 二人来到卫生间 接着水流声密谋起来 原来阿美的死 他们两人都有份 此时他们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 得意之时完全不知危险 以悄然逼近 包间里 刁哥的两个手下意外中了头彩 一夜暴覆之下 两人顾不得其他 将刁哥一人扔在五尺 欢欣鼓舞的离开 从卫生间回来的刁哥 对于一切并不知情 看着包间里 只剩阿美和红姑顿感无聊 于是搂着阿美进入五尺 在悠扬的舞曲声里 她故作深情的告白 全然不知怀中的阿美 在搂抱旋转间 已经变成阿美的模样 等到她定睛一看 眼前阿美的脸庞 不由的让她魂飞魄散 这张近在眼前 且面目全非的鬼脸 正不断往外渗出恶心绿笼 而就是这张 令她魂飞魄散的恶心模样 竟逐渐凑近稳了上来 如此举动 让她将阿美狠狠推倒 自己仓皇而逃 好巧不巧 竟正好在门外遇到 大班带着大师前来捉鬼 看着面前衣冠楚楚的大师 雕割如同看见救命稻草一般 搂住对方不敢撒手 而大师似乎也看到 他身上的阴气 连忙带他离开舞庭 就在他们走后 一抹鬼影骤然出现 大班定睛一看 正是惨死的阿美 阿美目光哀怯 声音七晚的向着大班诉苦 可对方却连忙捂住双眼 不敢多看 见此他只得寻找 昔日的姐妹寻求帮助 而雕割在大师的结文下 将自己的罪行全盘托出 原来他与阿美曾是一对情侣 但由于他贪图钱财 竟话言巧语的 哄逼阿美让其帮自己赚钱 就是运用他的美色 周转于多个房间 第一晚 他就为了三千块钱 让阿美塞进陌生人的怀中 面对雕割不由分说的责骂 阿美这才明白 所谓的浓情蜜意 皆是虚幻 自己不过是他用来赚钱的工具 于是便威胁雕割 自己要去警察局 将他的老底全部曝光 原本雕割并不在意 他和飞割 联手试图用巨额债款 逼阿美就范 可谁知阿美下定决心 阮硬不失 竟真的前往警察局报案 见状 雕割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顿时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带着两名小弟 闯进阿美家中 将他了断 如此恶劣的行径 让大师都忍不住炸舌 虽是恶人坏事 做尽在先 但也不该纵容厉鬼 伤人性命 对于这段纠葛姻缘 他拿出铜钱 替雕割粘那一挂 然而挂向胸蟹 正是大凶之相 此话一出 雕割顿时寒毛之力 连忙请出大师给出化解之法 殊不知 他今晚已是十分走运 如若不是刚才在舞厅门口 遇到大师 出手大救 此时 他早就和自己的手下一斑 变成一具尸体 两无生机 原来 就在他离开舞厅不久 自己的手下就带着女人 在泳池中嬉戏起来 可谁知 怀中的美人竟赫然变换 朦胧的夜色中 被他们拥在怀里的 竟然是死去多时的阿美 慌乱间两人逃回别墅 但阿美却穷追不舍 无论他们如何躲避 都会身形诡异的出现 只见他将一人从窗户中抛出 男人浑身上下的皮肤 顿时被碎玻璃割伤的皮开肉绽 而另一人虽然侥幸逃到客厅 但依旧没能躲过阿美的追杀 只见果栏中的水果刀猛然飞出 直接插进男人的喉咙中 轻刻间就要了他的性命 一切发生的如此迅速 电光失火间一切就已经结束 但阿美明白 他们两人不过是奉命行事 他最大的仇人 此时正躲在大师的庇护下 为此他找到自己曾经的姐妹 试图获得他们的帮助 可两姐妹刚看到身着红衣的阿美 就被吓得连声尖叫 看着昔日的好姐妹 此时化作厉鬼 正在自己眼前身形诡异 阿美和红姑就色索在一起 不敢直视 可还没等阿美将真相告知两人 就被贸然强烈的鸡毛哥打断 听到他们的声音 阿美瞬间消失不见 却在离开时遭到等候多时的大师埋伏 二人刚一遇上 不由的兵戎相见 斗法中怨气急沉的阿美 竟与功力深厚的大师 不相上下 两人在竹林间来去穿梭 一朝一世都狠力无比 见到阿美向自己猛然扑来 他举起竹狂 试图将其捕捉 可谁承想 阿美只是一仙一秀 但竹狂就应声掉落 但大师并非没有后手准备 只见竹栅栏拔地而起 听见阿美死死控住 大师趁此机会 凭借符咒将其重伤 剧痛之下 阿美吐出湿水反击 将大师双眼灼伤 才侥幸逃离 经历如此熬战 大师一时间自身难保 更是无暇顾及雕哥 于是他将辟邪的法子 传授给雕哥 接下来能否扛过这一劫 全看自身造化 可还没等阿美情绪稳定 鸡毛就想起今晚的派局 上次的大获全胜 让他这几天心痒难耐 此刻顾不上安抚 惊魂未定的阿美 连忙借骨离开 可谁知今晚却没运连连 其余三人联手合作 用着下三滥的手段 不停出老前 而被蒙在鼓里的鸡毛 差点连底裤都输进去 回到车上后 他不停抱怨着自己运气极差 心情苦闷中 竟听了阿美幽怨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只看阿美此时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原来刚刚的那番较量力 阿美看似成功脱困 但也身负重伤 此时三魂难拒 已是气若犹斯 三魂是指天魂 地魂 人魂 其生存于精神之中 因此人身俱世 三魂自当归于三线路 天魂归天路 到达空间天路 暂为其主神收牙 地魂归地府 到达地狱 可知主魂的一切之因果报应 也可知是在世肉身之善个 人魂则徘徊于墓地之间 但因其本来是祖德 历代 姓氏流传 皆代之肉身 以气魄在身 其性行之魄力 死亡后在墓地对神主 来来往往 只走上人路之际脱出 直到再度轮回 三魂才会重聚 而阿美眼下的情况 即将转世 若不能及时获得三魂 之后既不能为自己报仇 更无法投胎转世 而重聚三魂的方法十分简单 只需要鸡毛前往殡仪馆 帮她找到一名刚离世不久的女士 将其身上的九孔封住后吸取三口湿气 阿美就能成功度过这次前难 看到眼前的方魂眼神欺切 憨厚老师的鸡毛不由地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她拿着胶布偷偷溜进阴森的殡仪馆 趁着医生外出吃夜宵的时候 准备速战速决 可过程十分曲折 两名医生临时返回 让她不得不躲进白布下 伪装成尸体的模样 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眼看着即将成功 她只好用手堵住女士的其余两窍 这才成功吸取套三口湿气 替阿美修补了魂魄 另一边 雕哥按照大师所言 一丝不苟地将自己的指甲头发 和大师赠予她的恋斧 一同放进写着生辰八字的红纸中 由于红衣女鬼不同于其他厉鬼 其道行之高 怨念之深 远远不是一张符纸可以解决 同时还需要将鬼箱碾碎 撒在家的附近 只要能够躲过午夜子时 阿美就要转世投胎 再也不能伤害雕哥分口 另一边 飞哥得知了雕哥手下的死讯 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 她来到舞厅 庞维纳叶和他们一同离开的女人 却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就在这时 她接到合作伙伴的电话 得知今晚有一单大生意找上门来 飞哥心中怒火见息 带着小弟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交易地点 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就在他们自作聪明地 以为万无一失之时 原本排查路况的警察 竟被阿美带往交易地点 只见警察们归齿神摘地 将交易地点团团围住 各个枪法精准地和飞哥一行人火聘起来 但飞哥哪是他们的对手 在阿美的帮助下 警察将四人尽数击毙 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 阿美露出冰冷诡异的微笑 武士将至 所有的仇人只剩下刁割一人 可是他将自己锁在家中一动不动 房屋周围的鬼香和符咒 让阿美无计可施 于是 报酬心切的他再次找上鸡毛 此时鸡毛又在打牌 为了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帮助自己 他在一旁悄悄现身 打开怀中金光闪闪的宝盒 从中拿出蜡烛元宝等供品 清清有味地品尝起来 这副模样让其余三人大情失色 顾不得桌上的赌词纷纷落荒而逃 不明所以的鸡毛看着大把的钞票 笑得合不拢嘴 此时阿美再次出现 在得知今晚是在他的帮助下 自己才能大获全胜后 鸡毛不由地有些胆战心惊 因为他知道这份人情并非白给 此时阿美又要让自己帮他做些事情 这次只是进入神雕家中烧掉符纸 倒也不像上次一般令人作呕 于是他只能大着胆子将事情答应下来 但临出发前 他还是叫上了其余两兄弟一同前往 看着面前紧锁的公寓大门 一行三人有些犯难 好在太保聪明机灵 决定不以武力而用智力取胜 他们找来大把报纸和现箱 在不充分燃烧下产生大量烟雾 农员立刻引来消防队 在听到里面的人精神市场纵火烧屋时 消防员立刻破门而入随着大门破开 手拿菜刀举止疯癫的神雕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无意让大家更加确定此人已经精神市场 只见阿秋冲上前去夺下菜刀 消防员蜂拥而上 不顾神雕的奋力挣扎将其架出屋外 其余三人见状立马在房间内搜索起来 一阵翻找下 终于在光二爷面前的香炉中找到符纸的下落 向着阿美的嘱托 鸡毛将符纸放在燃气炉上点燃 失去壁后的神雕瞬间被阿美盯上 只见她一袭红衣促然出现 竟在众目睽睽下撕开脸上的伪装 露出下面惨不忍睹的模样 此举将众人吓得轰然散去 只留下神雕一人逃跑不能 看着神情冷酷的女人 神雕顾不上昔日的面子和尊严 躲进升降梯里连连求饶 再次试图用甜言蜜语来哄骗阿美 可阿美此时已经铁食心肠 丝毫不为所谓的海市山蒙心软 随着升降机缓缓上升 神雕从高处坠落 顿时没了生机 此刻五十已近在眼前 阿美也耗尽全身力气 纯色苍白的瘫倒在地 她不停向一行三人表达感谢 阿美如今狼狈不堪的模样 让几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十分心疼 他们答应下阿美的请求 连忙开车赶去阿美坠楼的地方 只见车刚停稳 一缕幽冷的蓝光闪过 阿美完成了最后的投胎转世 鸡毛三人壮了胆子向车里看去 后座上只剩下那身红衣扔在一旁 人生最后就连一件衣服都无法带走 这让雕刻为了钱财无额不作的一生 显得尤为滑稽 虽然王者可以舍弃一切 但生者却依旧在为钱财劳碌奔命 嫌弃红衣晦气的三人推脱不已 谁也不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就在这时偏偏竟传来阿美幽怨的声音 原来这件红衣使他故意留下 在世时他深知世间新骨 于是为了报答三人助他复仇的恩情 这件红衣可以帮助他们逢赌必赢 听到这话 眼前的衣服赫然成为人人争抢的香伯伯 一行三人为了妖功争夺不已 全片完 《猛鬼舞厅》上映于1989年 由导演唐伟成指导 自邵氏停产之后 刘家辉与徐少强合组吸引力电影公司 此时刘家辉豪情万丈 拉来邵氏的一干老友等人客串 自己也在片中献上了精彩的动作表演 可惜这部片剧情有些平平无奇 导致票房最终遭遇惨败 并且后续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理想 刘家辉只能无奈转行 作为一个又能打又有演技的优秀演员 此番遭遇可谓令人唏嘘 作为一部猛鬼复仇的故事 影片整体的基调较为阴郁 利用大量恐怖与动作元素作为卖点 反而失去了一些当时比较重要的喜剧元素 但这也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经典的香港恐怖片 利用其中对红音女鬼的刻画 将民间的鬼怪传说极度楼缩 或许成为不少人儿时的童年阴影 目标明确恩怨分明的厉鬼 正是印证着善恶到头终有报 而恶人自有恶人魔 只是片中大师的行为似乎令人费极 相较于无恶不错的雕歌 阿美所作所为 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报仇血恨 难道只因人鬼殊途 就可以不论善恶对错统统收入囊中吗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欢迎留言评论 小鸡继续和大家聊聊心中所想 瞎看不白看 感谢您的陪伴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三连操作 小鸡老二再次感谢各位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